日本防卫项透露 你在吉布提建立自卫队海外基地 日本在此时扩大升向非洲的触角 您是怎么看它背后的用意 日本它这是把触角升向非洲 其实本身让人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日本本身它所要担负的防卫责任 是它本土跟它本土以外 大概1500海里距的一支内的任务 来分担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务 现在近年由于日本 他们在基由和平派兵海外派兵法案 他们派遣了他们的军队到非洲进行演训 在非洲进行日本的舰艇的巡护任务 保卫日本的商船游轮等等 其实它这是到非洲的布吉纳法所 去设立补给港口 的确是让人感觉 似乎是它有要把未来的 它的触角升向非洲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说今天你日本 为了要进行这种所谓的海贼对处 的这个行为 你在不管是在波斯湾 或周边的这个夜门等等这些国家 去设立一个补给基地 或补给站 这本身还情有可原 但如果说你到了非洲本土 那接下来就会让大家对日本 接下来想要在日本做什么的作为 就会非常的感到怀疑了